嗨 我是寶可夢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的是 永鋒信用卡在2021年下半年的用卡攻略 好 那其實這個很特別啦 因為我自己分享的喜歡使用永鋒信用卡 那我也希望能夠把我自己整理出來的攻略呢 就是分享給大家知道 讓你們可以用很聰明的方式來使用信用卡 然後呢 就不會就是弄得啊 補薩薩都搞不懂這樣子 好 廢話不多說來進來我們的主題 那今天的重點呢 有四個 第一個 來跟你聊一下就是 永鋒信用卡2020年下半年的全部刷卡回饋 那有沒有什麼比較特殊的亮點 在這個部分會跟你講 第二個 我會怎麼去使用永鋒卡呢 我針對海外消費 美食外送 網路購物 行動支付 美妝運動 保險 跟投資理財來跟你講 我怎麼去分門別類的使用這些信用卡 那第三個要來跟大家聊的是封城導購的部分 因為大家都覺得永鋒銀行推出來的這個封城的服務非常的爛 但事實上他可能還是有一點亮點 在這個段落跟你講 最後的話呢 是給完全沒有去申請永鋒信用卡 或者是還是不太清楚怎麼去入手的朋友參考的部分 所以呢 每個段落你都可以獨立去使用 獨立去這個觀看 那找自己需要的來看就好了 直接進入我們的重點 第一個 就是永鋒銀行的信用卡其實在2021年的下半年 它有非常多不錯的優惠 舉例 6%的卡片跟7%的卡片有什麼 必備卡就有了 7%到8%的卡片有沒有 有 大戶卡 10%卡片有沒有 之前的話是必備卡 但它現在改成了這個我們的三井聯名卡 三井聯名卡在2021年的下半年 一樣非常的好用 所以永鋒的卡組其實我還是非常的喜歡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整理的表格 這個 上一支影片如果你有觀看 你會發現之前寫的是7 8 9% 10% 那現在因為下半年的權益更新之後 其實有一些回饋有向下調低 所以這張卡片我就再把它重新的更認過 比如說我們的永鋒必備卡 大家最關注的 它在下半年的權益呢 沒有像之前最高有9% 10%的回饋 往下調整3% 所以行動支付如果你是超會的等級 最高來到6% 那海外的部分呢 因為10減3是7% 所以海外消費最高來到了7%的回饋 那最後有一個段路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投資理財其實也是適用的很不錯 那再來還有一張卡片是現金回饋JCB卡 它就是國內指定通路最高6% 那在海外的部分呢 可以再多一點來到7%的部分 那永鋒大戶卡呢 我們在上一集已經有跟大家分析過了 它有刪減掉某些不適合的通路 然後新增了5個不錯的通路 所以它的回饋率仍然是維持國內7% 最高海外8%的這個部分 那還有一張卡片大家也不要忘記了 這就是我們的SPORT卡 這個SPORT卡呢 它其實在去年它的回饋就是最高8%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章節來講一下 這張卡片怎麼使用 那最後呢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歡的 就是這個三景卡 三景卡呢在餐廳有10% 包括下半年7月1號開始 它也有新增這個美食外送平台 一樣可以符合這個平日10%的這個折扣 不過呢它一樣要符合就是 刃三筆1塊錢的這個新增消費的部分 然後不包含你自己本身的這個餐廳指定平台 或者美食外送的部分 可惜了一點但是它還是非常的好用 那我也會教你怎麼去解任務 所以其實這邊簡單的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其實永豐的套卡 還是比其他的銀行強 因為其實2021年下半年你會發現 有很多銀行的信用卡都回饋變差 比如說台信Richard系列 它的這個數位帳戶的存款利率降到0.3 甚至沒有符合指定規則還是降到0.04 非常的差 那再來它的Agogo跟Flaggo 其實也不若以往那麼好使用了 所以很多銀行的信用卡回饋都是持續在縮水 那永豐也不例外 其實永豐的信用卡 你如果跟我們上一支影片比起來 你會發現它的確是縮水了 但是它的縮水幅度還在我們可以接受的範圍裡面 所以呢你如果是精明的去使用它 你依然可以拿到5%以上的回饋 就是都打95折94折 最高有9折的回饋 還是非常的吸引人 我覺得今年下半年還依然可以去使用 但是明年的部分就不一定了 因為明年還可能會持續縮水 那如果它越來越不好用的話 我也會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以後大家就不需要再用了 因為可能就沒有想像中那麼多油水可以繞的 但目前還是有的喔 那接下來進入第二個段落 就是非常重要的精華整理 我會怎麼去使用永豐信用卡 我會針對1 2 3 4 5 6 7 這7個段落來跟大家解釋 永豐信用卡使用的地方 第一個段落 海外消費 海外消費如果你很喜歡在國外做網購 甚至你會是需要在國外長時間生活的人 比如說因為工作的因素 我覺得這些卡片你都可以把它入手來使用 很好 第一張的話呢是永豐必備卡 永豐必備卡在海外呢 上半年是10% 下半年呢剩下7% 這7%的話呢 它有3個因素組成 就是海外2%回饋不上限 然後資格加碼2% 可以刷7萬5 我們這邊指的是最高的是 這個超會的等級 那第三個有個特權加碼部分呢 它也可以讓你一個月最高刷到 這個2萬塊錢 所以如果你是希望能夠在海外做消費 或者是做投資的部分 那麼你每個月呢 可以刷這張卡片 可以刷2萬塊錢 那最高就是1400回饋 拿回來這個入袋這樣子 但別忘了喔 這個海外消費部分 還要再扣除1.5%的交易手續費 所以這個也是你自己必須要去支付的 那第二張卡片呢 是永豐大戶 永豐大戶最高8% 這個是從去年以來 到現在都沒有改變的 好 那這8%怎麼來的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海外也是2%回饋無上限 所以現在很多的信用卡 如果推出來的海外交易回饋 低於2%請你都不要使用 因為用這張卡片 你就可以刁打他們了 這真的是這樣子 那再來 還有一個1%的帳戶自動加碼 這個自動扣角 那還有包含要使用電子帳單的部分 基本上 你要使用永豐大戶卡 你就必須要有大戶數位賬戶 所以這個條件應該是會符合的 好 如果你沒有符合的話 還能夠辦來下信用卡 那我就覺得怪了 好 所以呢這個基本上應該是 無痛持有 所以海外最高無腦3% 所以這張卡片呢 一個月可以刷15萬以內都有 這個3%的回饋 那最後一個旅遊類加碼5% 好之前呢包括海外交易 都是有這個加碼5%的部分 不過呢去年大呼就把它拿掉了 好大概是因為就是 負擔帶沉重 大家都跑去刷海外 所以他們就拿掉 但是呢旅遊類這一塊 我覺得還是它的亮點 因為呢很多的銀行都 因為疫情的關係 把那些海外的回饋啊 他們的這個package都拿掉了 所以大家要找海外高回饋的信用卡 其實不多 但這張卡片還是一樣保有 也就是說 在可見的未來裡面 如果我們解封了 好 我們解封的話呢 我們可以出去玩了 好我們都打疫苗了 那麼最快也許明年 年中好 就是六七月的時候 就一年以後 我們大家都可以出國去玩了 那這張卡片 就可以拿出來用了 好那也因為他們目前 付出去的成本不高 所以他們還是可以持續 保有這樣子的權益優惠 不太可能會在短期間內做縮水的部分 好那第三章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永豐三景卡 他真的還蠻特別的 因為他是這個日本的三景集團聯名的 所以呢他在日本的這個 他們的那叫什麼 Mitsui Outlet Park的相關的這個 那叫什麼大型購物中心 都可以有額外的日本回饋 那這個官網寫的是說 有10%的刷卡折扣 就是像中國信託他就跟 有一些百貨公司 直接用中信卡 然後他就直接是打九折 這是一樣的意思 這是銀行特別去談的 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在出發之前呢 就是下載好那個QR Code 然後到他們當地的服務台去兌換 滿5000日元兌換500元的這個折價券 這個一次可以拿兩張 這等於是也是再打九折 不錯 然後呢 這最後還有一個就是 你的東西買完之後 你可以到他們的退稅櫃檯去做免稅 10%的消費稅 這個折底的這個部分可以免稅 所以最高 Humbo Long加起來就是26% 這個怎麼算的話 你可以上官網去看 我覺得這三張卡片 是我們在海外消費的時候 非常需要注意的 也是很棒的卡片 因為這三張卡片 我也都有 你看我這邊就知道 我都有 我都有去申辦下來使用這樣子 好一共有三張 對就是提供給你們參考 好 好來那再來下一個part呢 我們來講一下美食外送 好 那美食外送就有趣了 因為 這跟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封城有關係 因為 封城 它 在 應該是今年年初 就是永豐推出來 我們都覺得這什麼鬼東西 等一下會介紹 好那你如果從封城連結出去 並且使用永豐卡扣款的部分 那些指定通路還有一些額外的加碼回饋 我來這邊給你看 比如說 剛剛講到的永豐三井聯名卡 它最高是這個餐廳跟美食外送 有10%的回饋 那為什麼多了0.7呢 很簡單 就是因為封城導購 如果你是在那個Foodpanda裡面叫餐的部分 那麼它每一張單都會給你0.7%的現金回饋 這是救護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首次使用的話呢 第一次單比就是可以來到比較高一點的part數 好像是7%還8%這樣子 好那詳細你可以上封城去看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你的回饋率就是可以飆高到10.7% 那也是市場上 就是還蠻吸引人的部分 那這個10%呢 它一個月可以刷多少 可以刷2000拿200 但是呢 它的限制就是 只限平日1到5去做叫餐 6日沒有 然後呢 你每一個帳單的結帳月份裡面要有三筆 不 不現金額就是1塊錢的這個新增消費就可以付了資格 那到底 要在什麼地方才能夠解決呢 就是我覺得很簡單 比如說你平常要去佳樂福買東西 那麼佳樂福的話你有使用它的儲值金 或者是你有在網路上面買吉祥券的部分 那你把它就是儲存進去你的佳樂福APP裡面之後呢 你在結帳的時候你可以跟它講說 喔我這一筆帳單500元 那我要用499元 用這個它的吉祥券 就是它那個APP裡面的這個儲值金底調 那你還剩下保留一元要刷卡吧 那你再使用這一張三筋卡去解任務刷一塊錢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個我推薦的方式是LINE禮物 它以前叫LINE庫券 那在上面呢你可以買現金旅券來使用 比如說你可以購買佳樂福的這個現金領券 比如說500塊錢 那這500塊錢呢 你可以使用499點使用自LINE points點數摺底 那最後保留一元的時候 你在LINE配裡面綁上這張三筋卡 你一樣可以做到就是消費一塊錢 然後就可以去解任務 所以你看你在網路上先操作一次 然後你到實體你比如說你買一瓶養樂多 然後跟一包餅乾 然後你分兩次結帳 那你就符合資格啦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簡單 就是你可以利用 就是一次的購物行程裡面 然後就可以把一個月 任刷3筆1塊錢給解決 那同樣的做法你也可以拿來 應用在任何要一年刷一筆的產品裡面 這個任刷一筆免費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解任務 不限定於這張卡片這樣子 那第二張我推薦的這個美食萬送審卡 就是我們的永豐大戶卡 永豐大戶卡呢 它有最高7.7%的這個現金回饋 一樣就是國內1% 然後賬戶自動加碼1% 然後再來是 外送也是在它的所謂的指定通路裡面的5% 所以一個月可以刷1萬2 刷1萬2以內呢 都可以享有這個7%的現金回饋 別忘了要使用導購 你這種封城導購 導出去使用大戶卡刷 也是可以拿到0.7%的現金回饋 所以最高是7.7% 也很不錯 那第三張的部分的話 是我現在的主力卡 現在永豐現金回饋ZCB卡 它是一個月可以刷2500 然後就可以拿到 額外的8%的現金回饋 但是它在下半年的時候 它已經把回饋調低到只剩下6% 所以再加上封城的0.7% 加起來就是6.7% 那這個6%怎麼來的呢 就是國內1%加上封城導購 可以拿2% 所以現金回饋ZCB卡 如果你要吃它的這個 導購的部分 就一定要從封城的APP 或者是封城的官網 轉出去 才能夠拿到這個2% 那再來的話 有個特選加碼 特選加碼 這個3%的部分 一個月可以刷13333 那再加上這個 這個封城導購 就0.7% 所以加起來就是有6.7% 也提醒大家 永豐現金回饋ZCB卡 如果要拿到這個 6.7%的回饋 每個月要有新增消費2000 所以我提醒你 如果你要叫美食外送 可能你這張卡片 一個月就要刷個2000塊錢 好 才符合資格 好不然的話你可能 就是只能夠拿到 百分之多少 1.7% 國內回饋1% 然後再加上 這個 封城0.7 如果你導購出去 那就是變3.7% 就變得比較差一點 這樣子 那特選的3% 就拿不到 所以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部分 好 講完了美食外送的部分 我們來聊一下這個網路購物 好 網路購物的話呢 上半年其實還是 現金回饋ZCB卡最好用 就是國內5%這樣子 那它在下半年的部分呢 它蠻妙的 它這樣感覺起來是加碼 國內通路的話呢 最高是6% 但是呢 它的限定通路 其實就像上面講的 就只有這些而已 比較少 眷村 這個Cuddle 然後蝦皮購物 Momo PC Home 東升購物 雅虎博客來 台灣樂天 記得喔 日本樂天已經沒了 生活市集 Friday購物 眷眷 然後Nespresso 漢神巨蛋 漢神百貨 注意喔 我們的網 這叫什麼 百貨通路 就只剩下漢神巨蛋 跟漢神百貨而已 好 那國內餐廳的部分也是有6%的 好 這個Kamakef 路易莎 Kavin 然後迷克夏 武士安跟清新服務犬 好 在這些指定通路的部分 都是有6%的部分 但是在這些通路以外 不好意思 就不在特選通路裡面 就沒有辦法拿到那麼高了 好 但了不起 都還有 3% 如果你封城的那個 導購的清單裡面有的話 也是有的 但是如果封城的導購沒有合作的店家 那也沒有 好 所以呢 1% 2% 3% 就是最高1萬3千 333塊以內6%的回饋 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海外通路的部分 國外通路有7% 那就代表說其實封城導購有一些 通路是屬於海外的 比如說 像這個 什麼 booking.com agoda 像這些海外旅行社的部分 它其實也是算在這個海外的通路 好 所以你只要 在國外做旅行消費的部分 第一張卡請你先用 永鋒大物卡有8% 1萬2刷完之後 還要再刷的請用這張卡片來做定房 好 那一樣有國外7%的部分 好就是2% 2% 3% 那一樣一個月可以刷到13333 也蠻多的 好 這個就是自己要去那個 稍微去做一下排列組合 好 比較不會就是 刷多了 刷多了回饋就沒那麼好 這樣子 好 再來的話呢 行動支付 在行動支付這一塊呢 我非常喜歡使用的是 永鋒必備卡 它在六大指定同路都有這個 最高6%的回饋 所以比如說 Apple Pay Line Pay Google Pay 三聰Pay Garmin Pay 跟Fibbit Pay 這些的話呢 其實跟上半年的指定通路是沒有差的 所以一樣可以好好使用 那董會跟超會的資格呢 其實就差在 你有沒有去兌換外幣 那你帳上的外幣的日均余額 有超過新台幣10萬等值的外幣 那你就符合這個超會的資格 我個人是覺得說 你把10萬塊錢當壓在夫人 壓在永鋒裡面 然後去拿到超額的刷卡回饋 我覺得很划算 那尤其是我會用 這個所謂超會的水準的海外消費來做投資 這一塊的話呢 可以讓我賺到更多 所以提供給你參考 不過呢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就是隨隨便便就想拿出10萬塊 然後做換匯的動作 所以呢 就是讓你自己去決定 我沒有跟你講說 你一定要去做到超會 但是我覺得超會比較划算 所以我一定會先符合這個條件 然後來賺取這個額外的回饋 比如說 像董會的部分 如果你要拿到這個特權加碼 你一個月頂多就是只能刷6666元 就很少 那超會的部分呢 你可以刷的就比較多 你可以刷到一個月2萬塊以內 都是6% 行動支付一個月刷2萬 其實你也差不多 就是全 就是一個月差不多的消費啦 刷再多的話 就代表你要賺更多錢 所以我覺得 超會一個月6萬 一個月2萬塊以內 刷這個6% 我覺得是很划算 已經是很足夠了 對一般來講應該是足夠了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有一張卡片其實也是要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美妝運動這一張呢 永豐Sport卡 它有最高8%的回饋 那這張卡片我覺得 你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你有沒有在運動 因為這張卡片它最主要是希望你 常常去運動 然後如果你有這個Apple Watch 這個運動手錶 然後它會去監測你的運動走路的步數 那你每個月符合7000卡路里的這個消耗值之後呢 你的消費就可以有一些額外的加成 所以它最主要是希望能夠 讓你身體健康設計的產品 那如果你用一些淘甲包的方式 比如說用城市啊去欺騙它 然後讓你自己符合這個資格來賺這個回饋 那我覺得都是多的 因為這樣真的很可惜 因為你就沒有運動到了 真的很可惜 那這張卡片你的回饋8% 有分三個部分加碼 第一個是2% 國內回饋無上限 然後第二個是1%的資格加碼 這個資格加碼的話呢 一個月可以刷到6萬塊就給600這樣子 那這個資格加碼的意思就是你每個月要有7000卡路里的消耗 那像我之前疫情開始之前 我每個月都至少去健身房 3、4、12 12次至少10次以上 那等於是一個禮拜去3次嘛 那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我大概兩個禮拜就會達到7000卡路里的消耗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個預算花這個錢 那你可能就不適合這個產品 這還是要講清楚 那特選加碼的部分呢 一個月可以刷12000 12000才5% 大概就是多600的意思 那你可以 有在哪些地方有額外的加碼 比如說你 你在World Gym 你在健身工廠裡面有匯集 那麼你用這張卡片扣 你可以拿到每個月有8%現金回饋 等於是打92者也很不錯 或者是你在封城健康村 好 來這個購買東西 或者是加入300壮士俱樂部之類的 好 然後在運動中心做刷卡交易 也是有折扣的 那如果你喜歡買的是運動用品 比如說Nike Adidas Puma New Balance 常去買的部分 這些呢 一樣在指定通路都可以拿到這個92者的折扣 那吃的部分的話 在聖德斯科棉花田 主婦聯盟 天河鮮霧等等 這些都有折扣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比如說艾美 這個 屈城市 康市美 寶雅 這個TOMOTS 松本清坑日耀本舖 這些就是 大家比較常去購買的藥妝店的部分 在這邊 不用再參加什麼滿千折百 還怎樣的活動 直接刷92折 也是很不錯的這個選擇 那再來 艾活的部分 有好心肝耶 好 之前那個事情發生很大的這個好心肝 然後 然後 信醫 然後呢 這個丁丁藥局啊 然後什麼 大樹藥局之類的 這些的話呢 其實也是你們常常去 這個藥局去買東西 比如說 買一些防疫物資啊 其實這張卡片在這個時候就可以變成 有點類似是防疫神卡 每個月都有12000折扣 可以讓你去買到8% 這個是蠻多 可以省960吧 你12000乘以88算起來這個數字也不錯 好 所以這張卡片呢 也是我們下半年度可以拿出來使用的美妝運動神卡 好 那最後呢 我看一下喔 這個保險通路的部分 保險的部分呢 這個市面上啊 也是有一些不錯的卡片有來到 比如說2% 比如說那個聯邦賴年卡 好 但是呢 如果你不想要用很多不同的銀行的產品 然後你只想要一家銀行走到底 其實這張卡片可以 好 因為他有在指定的壽險跟產險公司 都有1.2%的這個現金回饋 好 無上限喔 腳越多回饋越多 那如果你的單別金額滿3000 你可以分三 其零利率 那如果滿6000的部分 最高可以分到12000利率 好 所以他也是我很推薦的保費神卡的前幾名 好 因為無腦使用 然後他可以這個 南瓜的這個壽險公司的範圍也是蠻多的 富邦 好這個 中國 好 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中國人壽吧 然後寶城啊 這個台灣人壽 國泰 星光這些都有 所以其實都是很不錯的產品 再來 投資理財這個是重點 因為投資理財的話 就要講一下 這就是這個 我的eToro eToro的部分呢 他現在因為台灣就是不合法 所以呢 就是沒有再推廣了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也不會再去講他的東西 不過我自己還是很喜歡使用這個平台 那你可以自己去決定要不要使用 你不使用也沒差 因為用現金來做投資來買這個封存股的台股美股 其實也很好 但是呢 因為這個信用卡的回饋實在太誘人了 所以我會很喜歡去使用這個eToro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平台是IGMarket 其實都可以刷卡入境來做投資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你一個月可以刷多少呢 比如說你的永豐必備卡有來到了這個超會的水準 那永豐大戶的部分你也是這個所謂的大大的水準的部分 那其實你的回饋率其實都很高 永豐必備卡呢你一個月可以刷7.5萬 然後最高回饋多少 回饋3600元刷卡金 那永豐大戶卡的部分你一個月可以刷15萬 那回饋呢大概是4500左右 所以等於是你一個月的投資額可以來到22萬5000塊左右 那你拿到的刷卡回饋均是8100耶 這樣算下來的話 其實等於是基本上你的會費都可以拿回來了 怎麼說呢 因為我兩年前投了一下這個eToro 那我那時候買的是VTI VTI的部分呢我每個月每個月固定投500 5000美金這樣進去 那totally大概投了75萬台幣 都刷卡進去的 那一年半之後 大概上個月後我把它就是數回 那我總共賺了25萬 所以就是回來台灣100萬 中間75萬是本金 然後25萬是額外賺取的收益 然後就是每兩天 不到兩天吧 就回到我的永豐大戶戶頭了 那回到永豐大戶戶頭之後呢 我就可以再使用封存股的美股 然後再把錢投資到美國裡面去 這樣是不是還蠻不錯的呢 因為等於是 過去這段時間裡面的刷卡回饋 9%18 9%18的回饋 全部都拿到了 然後呢 最後呢成為百花花的現金之後 又可以再投資 所以這就是一個蠻聰明的一個使用方式 但是它不適合每個人 你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 到底這個產品的性質適不適合你 如果它的風險太高了不適合你 你就不要使用 我們這個沒有推薦的意思 但是這是我個人使用的心得 就是玩的還蠻開心的這樣子 提供給你參考 那再來的話呢 第三個部分來聊的是 封城導購 它到底是污點還是亮點 這個就要來聊一下 就是我自己使用封城 我也是用的就是很生氣 為什麼 因為它不像這個Shotback 或是Line導購一樣 它可以有一個查詢的頁面 可以讓你知道說 我這一筆帳出去買東西 然後有沒有符合資格 有符合資格的部分 它會跟我講都沒有 那你要等到多少 90天後 就是三個月後 你才會在你的信用卡的未出帳明信看到說 你這個幾月幾號 二月幾號的時候買的這一筆帳單呢 有回饋了 所以這真的是讓人帳二金剛摸不倒頭緒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很難用 這是它的污點 那它有沒有亮點 有了 因為它為了要解決這個使用上面非常的不好使用的方式 它就有一個變通 它的變通的方式其實就是 你只要從它的平台連結出去 那麼在24小時之內的這個 我們的永風卡的消費都是直接任列的 所以呢 它這樣的方式就算是一個比較簡單的 三個步驟就可以來進行這個所謂的賺取封城回饋金 第一個就是從封城的連結到各網站的 這個購物 所以剛剛你看到的這個頁面呢 其實就是封城的官網 封城的官網呢 你可以上面去看 比如說美食村裡面就有FuPanda 點了之後跳出去 那你就可以在FuPanda裡面下單 然後使用這個永風信用卡來刷卡 就符合資格了 那永風信用卡不限定只有現金回饋JCB卡 你也可以使用大戶卡 你也可以使用必備卡來刷 都可以符合資格的 所以這個是還蠻不錯的 所以從封城連結到各個網路去購物 就可以符合資格了 那也別忘了 如果你是從網頁版的話 你要登入身份證字號跟生日才可以 就是確認資格 那如果你是要用APP的部分 你可以使用的是汗水不白流這個APP 汗水不白流的APP裡面 除了是監測你每個月的運動數據以外 其實是跟這張卡片有關的 那它的旁邊有一個小的按鈕 也是可以讓你連結到封城 再從封城出去的部分 那這樣子的話呢 也可以讓你就是在你的手機24小時之內的 任何的就是指定通路的刷卡 都是可以符合這個額外加碼回饋的部分 也算是比較寬鬆的認定 那它可以賺到哪些回饋呢 第一個就是在封城裡面呢 它會有寫到這個商家 比如說從這邊連出去 然後呢Foodpanda給0.7% 這就是它的這個商家給的回饋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 比如說我們的現金回饋JCP卡 那現金回饋JCP卡在指定通路 Foodpanda跟UberEats裡面有6%的回饋 所以你就是0.6加0.7加6%就是6.7的 那有的時候呢封城會指定特別的通路 比如說本月是美食周 所以它這個美食的通路通路都給你加碼1%2% 那你就可以再拿到額外的加碼回饋 有時候沒有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就是比如說通路它自己給你的特定的滿額利 比如說滿千九折 或者是滿比如說399免運 或者是滿99就是免這個食物的運送費的這一種 那它是一個免運單我就覺得也不錯 所以呢你可以做到好幾種不同的combo 所以封城的導購我個人覺得如果它的韌列寬鬆的部分我會願意去使用 那如果它的韌列非常嚴格那不好意思 那我不如回去用Shotback或是這個9購物就好啦 這是比較簡單的一個做法 好來那最後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來教大家就是入手攻略step by step教你 那這個部分呢如果你本身已經有永豐的這個整個套組的產品 你就不需要看了 所以這個部分接下來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如果你沒有永豐的相關信用卡或者是你只有其中的一張卡片 你想要知道它的整體的這個產品的申請流程怎麼走 可以拿到最大化利益想跟團的你可以看這個part 這個part都有完整的解釋 第一個請你申請下面四張信用卡 其實永豐的信用卡大概二三十張 但是這四張是我個人認為非常具有競爭力 非常好用的卡片 他們分別是永豐三景卡 然後永豐現金回歸JCP卡 跟永豐寶貝卡還有永豐Sport卡 好所以這四張卡片你可以先認選一張以新戶來申請 那麼你可以拿到的是500元的封城回饋金 那這個封城回饋金怎麼取得呢 好那其實很簡單就是你卡片辦下來之後呢 你從封城導購出去買東西 比如說你去服panda叫餐叫500塊錢 那麼你就符合他這個這個回饋 那他最後要怎麼讓你去把這個封城導購的回饋金給用掉呢 好其實很簡單你就是再從封城出去買東西 然後他就幫你用刷卡回饋金低調 所以事實上他就是刷卡回饋金 那新戶上册的話永豐送你500 寶可夢再送你500積分 有興趣的話你可以看下面的活動資訊 好一樣就可以參加 好那從我的連結辦卡就是跟團了 第二個我要來邀請你使用的是大戶數位賬戶 我們上一支影片裡面已經有解釋過大戶數位賬戶 在2021年下半年的權益 不論是存款刷卡投資換匯或者是本團加碼 獎勵的部分都準備了非常多充足充分的禮物 你有興趣你去看一下那支影片 你就會知道說原來要這樣子一個一個去做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該給的優惠 該拿的東西都可以拿好拿買 所以第二個步驟推薦你的是去開立大戶數位賬戶 跟團本團抽100組好獎品來參加活動 那包括這個大戶跟愛買市聯名的部分也是 只有我這裡才有 我這是特別去跟大戶要求的 所以新戶有8組舊戶有2組 就是可以參加活動 那再來第三個步驟的話呢 我要來邀請你去做大戶頭的證券賬戶開戶 有興趣的話下面的資訊欄有這個開戶的連結 也有介紹那也別忘了去登入這個大戶頭的APP 非常的好用 那大戶頭有什麼優點呢 第一個就是它的封出股台股呢 可以用100塊到1萬塊內 就是像1塊錢手續費來做定期定額 那美股的部分的話呢 它可以下單最高55檔的精選ETF跟美股個股 手續費就是1美金 每一次是收取你總投資金額的0.3% 低下一美金 所以你只要每一次交易超過333塊美金 那麼你的成本就最低了 所以這個也是我現在每個月都有在扣款的 非常實用的提供給你參考 那第三個就是大戶頭 如果你要做證券下單的部分 它的手續費現在有兩個數字 一個是65折一個是2折 從6月份開始進行開戶的朋友 你可以享有的就是最低2折 那每個月100萬以內的消費都是直接2折 還蠻不錯的 這個是一個特殊的活動 那如果你沒有進行議價的部分 就是活動結束之後你就會跳舞去65折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去找證券音樂員 確認開戶之後 然後再從本團的連結上車 填上它的推薦碼也是可以的 這個推薦連結上面是可以寫上你的 這個證券音樂員的名字 然後它會幫你這種連結起來 然後一樣可以享有本團的跟團好康 這個是提供給大家參考的 那最後的部分再來加半這兩張很好用 也是回饋很好的卡片就是 永豐大戶卡跟永豐必備卡 這兩張卡片也是我拿來做 海外刷卡跟海外投資 非常實用的兩張卡片 提供給你參考 那也有人可能會問到說 那必備卡有三個不同的必別 可不可以都申請還是有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雙幣卡的意思就是說 你有美元必備卡你就是刷美元 然後最後就是扣美元這樣最簡單 所以你也可以辦日元也可以辦歐元 那你在不同的國家使用不同的必備卡 那它到時候扣是扣你帳上的這些外利的金額 其實也是很簡單很好使用的部分 就是提供給你參考 那最後最後來聊一下金句 就是還是要跟大家聊一下說 關於2021年下半年 永豐信用卡改成這個樣子 我有沒有什麼想法 就簡單一句話 就是千金難買早知道 就是要上策就要快了 因為去年上策的人 他們都已經爽賺一波了 現在你再來上策其實都已經有點晚了 如果下半年再沒有上策的話 明年他的權益大概又會再縮水了 所以我還是很誠懇的請你 就是趕快上策 不管你要不要跟團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你拿到好的產品 能夠讓你去刷卡省錢 然後投資賺錢 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